生日快乐 范子庆 你看看 都相识八年了 王医生还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你说可能吗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人家单相思 暗恋不行吗 这叫啊 默默地藏在暗处 悄悄地爱着别人 王医生 有人又给你送鲜花了 还有贺卡呢 真够浪漫的 人家还没忘了向你说声生日快乐呢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爱的礼物 随便你怎么处理的 正好 刚才淘淘学校来电话 说她和几个孩子食物中毒 不去老儿都在医院去了 怎么会这样啊 这是几个病人的电话号码 你帮我通知一下 好好好 没问题 那我先走了 好 去吧啊 来 小李 你别着急 我下了班就去看淘淘 我知道 大夫 请问孩子的病情怎么样了 教授请到外面等会儿 这几个孩子是吃了残留超标农药的水果 症状是急性肠胃炎 其中王大伟 杨乐陶 还有何孟凡都有明显的中毒症状 要进一步助援治疗 哼 杨儿不叫 将会害死人的 女孩子也在哪儿来啊 对 儿子还是女儿 是女儿 叫杨乐陶 陶陶 小李 小李 你下班呢 陶陶怎么样了 说着中毒反应明显 需要追眼观察一顿 别担心了 现在不已经在治疗了吗 小李 你实际上纳维 这孩子是一个学生的家长 你身上带钱了没有 身上带的钱不够 陶陶子转入住院部 毅 陶陶的住院费 我来寄国 这个不行 怎么能让你拿钱呢 我带着卡呢 就算是我 我向你淘汰不是吧 我先去补办中院手续 那谢谢你了 我会尽快把钱还给你的 别这么说 这个男的对你绝对别有用心 你呀 能不能换个词 从我十五岁开始 我妈就不断地在我耳边重复这句话 谁让你是个大美女呢 对了 你爸和你妈怎么样了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 那你把事忙完了赶紧过来 来的时候别忘带点钱 淘淘住院 我身上带的钱不够 好 办完了 办好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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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等我爱人来了 就把钱还给你 没关系的 不用着急 跟你说话呢 怎么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 对我那位朋友 有特别的好感呢 小姐 你怎么走了 会开完了 开完了 林 林处长 怎么回事 经过讨论 房子分给老马了 就我出去这一会儿工夫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装糊涂啊 本来就是走走行事的事 你非得较劲 林处长 可老马那套旧房可以分给我吗 我回家总得有个交代吗 房产中心要收回去的 这事不归我管 处长 你看 能不能替我说说好话 争取定讯 好 下次吧 处着 你叫范子庆 我的名字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那个给小李集合卡的范子庆 天哪 你就是那个让我们好奇的影子情人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想知道你们的故事 小李怎么都不认识你呢 他认识我的 只不过 他好像现在 记不着我 说话要凭良心 你上次仙境是怎么来的 你 你跟我说清楚 哥们 咱就事论事别翻旧账好不好 你是得了便宜卖乖啊 你忘了上一次 是怎么可怜巴巴的求我 帮你凭仙境的 人哪 活着都不容易 都是男人 家上都有养家糊口的责任 你就是把天说塌了 这房子我也没办法让给你 你还年轻将来还有机会 再说这处事为人要有点肚量 算你会做的 多学着点吧 有什么本钱跟我争 你 你竟马 马你竟马竟 哥们 别动 走走 你干什么 头脑这么不冷静啊 能成什么事啊 记住 来日方长 别给人家再老下话柄了 有什么急事的 非要在那个档口出去接电话呀 糟了 孩子还在医院呢 刘初 您看处理能不能借我三千块钱 带上五千吧 应个机 记得准备明天审计要用的报表啊 您 您放心 小李的账户来了 小李 桃子怎么样了 医生说还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我把钱带着 好 那你咱就把钱还给人家 算上要金四千里 真好 我可没借给你老婆钱 不是跟正好借的 是借 我忘了怎么称呼你了 我叫范子庆 我是跟这位范子庆先生借的 这是我的爱人杨格文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帮了我爱人的忙 别客气 谢谢 谢谢 一点点 不用了 妈妈妈 我想回家 舅舅 我不要打针 范范 别拔针啊 别拔针啊 别拔针 哎 你是他舅舅啊 那他爸爸呢 爸爸住车祸 死了 我先回去跟你和桃桃做点吃的 顺便跟爸妈说一声 你在这儿先陪桃桃 桃林 我跟你说件事儿 什么事儿 算了 回家再说吧 那好吧 我先走了 你慢点啊 你慢点啊 小李 帮你变钱的那个行人家长是谁啊 猜不到又要请客是不是 他自我介绍叫范子庆 他承认了 他看见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啊 你那么兴奋干嘛 同名同姓的人多了 得了 别这种生辰啊 不过这个范子庆 倒是一表人才 没有辱墨影子情人的称号 我说这么好 你就别跟着贫了 我可还得回家做饭嘛 哎 你又要挤公公汽车啊 什么什么的 今天我送你 你送我 我看你是不问我个水落石出 尽管睡不着觉吧 小李 小李 你不会有失忆症吧 你不记得人家长相了 又让你失望了 我真的不记得了 你呀 情商太低了 人家又不是男人粉丝的失恋房 对气质 对形象 你够得上帅啊 你能一点印象都没有 有没有印象 跟情商有什么关系 哎 晚上会约会 别打着 他说他又是你 认识又怎么样 我就不是原来的我了 但也许 没有也许 哎 小李 你爸爸 哎 师父麻烦能停下车 您说停车就停车啊 这地儿不能停车啊 大姐 我有急事 有急事也没辙啊 待会儿消灵啥烦 二百呢 算您的 还是算我的 小李 要不然你爸爸打个电话呢 要不然你妈指定 到出什么事来呢 这种事儿 没有几个老太子能受得了 都没了 是 这种事儿 还有一点 你心里面 这种事儿 是 这种事儿 你不怕 我 你不怕 我 你不怕 我 你不怕 来个烟 谢谢 这不让抽烟 这病忙 忘了 我想拍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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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谢谢 谢谢 小李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你别不说话呀 真让人担心死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给我爸打电话 听了不听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 我只能先回家看看再说 他们两个不会有事吧 我有事才怪 这些揪心的事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到个头 就是因为这些事积累在一块儿 才太多了改变了你的心理 甚至没有 要不是为了他们 我上大学的时候 就会选择其他女孩文学 本以为学了心理学 我就可以帮助他们 解决他们的矛盾 解决他们的矛盾 俗话说 一不自治 别太自责了 也好 你也别跟着我难过了 那我停下来 我来说 你来说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